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这个身高1米8的大男生 居然被一只体长不足40的猫 吓到浑身僵硬 最后直接从二楼窗户翻出去 逃到了房子外面 不过当他翻出手机里的照片 向节目组展示自己的伤口时 大家一下子就明白 他为什么如此害怕了 其实认真讲起来 男生并不算这只鲜罗猫的直属主人 平常在家还是由妈妈和姐姐负责更多一些 而且自打被猫抓伤到现在 他整整两周没敢出过房门 吃喝全在屋里解决 上厕所都得提前发短信问一声 猫现在在哪 据女主人说 他们大概是一个月前搬来这里的 当时猫咪还并非现在这副模样 但住了十来天左右 某天朋友过来拜访时 门没关好 小猫顺着缝偷偷溜到了外面 虽然在全家人的努力下 猫咪四天后被找了回来 可他回家后一直东躲西藏表现得非常怪异 紧接着发生了第一次攻击行为 当时陷落猫躺在客厅地板上 妈妈像往常一样爬过去 想亲一口他的肚皮 没想猫咪突然发力 狠狠地蹬了两下后腿 直接抓破了女主人的脸 因为实在过于害怕 妈妈没忍住尖叫了一声 但可能正是那种声音吓到了猫 之后三天他像疯了一样 对所有看到的人进行无差别攻击 而其中受伤最惨的就是女儿 从脸脖子肩膀大腿小腿到脚 全身上下就没有完好地方 连续性的恐怖袭击后 女主人带猫咪去做了绝育 寄希望于他之后能有所好转 可惜事与愿违 线罗的攻击性非但没有降低 反倒因为绝育变得更敏感了 现在一丁点一响就能刺激到他的情绪 哪怕是打开水龙头清洗物品 或者开关柜门的声音 都会让小猫瞬间进入战斗状态 提防周围的一切 现在儿子因为太害怕了 基本是关在屋里不出门的状态 所以照顾小猫的任务就落到了母女俩头上 他们去咨询了很多养猫的朋友 也带纤罗猫去看过兽医 甚至特地买了据说能安抚猫咪的费罗蒙喷尽 可效果都极其不稳定 能维持半个小时算好的 更多情况下是说翻脸就翻脸 有时候母女俩在家闹着玩 只要发出稍大一点的声音 会立刻收到来自小猫咪的臭骂 而对方骂完还要再站起来 巡视一圈领地 每到这时母女俩别说挪动了 就连呼吸声都不敢太大 节目录制过程中 正巧碰上外卖员来送东西 对方按响门铃的瞬间 鲜罗就俯下身体进入戒备模式 躲到了猫爬架下方 随后刺着牙发出警告的声音 而这种状态直到外卖员离开都没能消失 当母女俩在厨房找盘子时 她就躲在椅子下方观察 那张黑脸仿佛诠释了此刻的心情 你们如果敢发出噪音 那绝对就死定了 鉴于这个情况 一家三口谁也不敢正面挑战 最后一同在儿子屋里置了个桌 凑合着解决了午饭 事发到现在满打满算 也就半个月多点 可一家人几乎快要被折磨疯了 他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给节目组写去申请 寄希望于能从专业训练师那里得到帮助 这次专家进门时 随便往屋里扫了一眼 却看到了极其搞笑的一幕 那只鲜罗猫正撅着屁股往厕所里躲 连一个正眼都不敢和陌生人对视 而这个行为足以说明 他现在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为了避免进一步刺激猫咪的情绪 专家首先脱掉厚重的外套 然后轻轻推开了猫沙盆的挡板 神奇的是小猫并没有发动攻击 反倒慢悠悠地出来了 只不过从走路姿势上看 依旧是非常小心谨慎 当他得知猫咪是做完绝育才产生的变化 立刻就询问主人 绝育前那几天小猫除了攻击以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异常举动 而母女俩简单想想后 说猫咪连着叫了两天 似乎是有发情的迹象 而专家一听这话 立马就明白了前因后果 他说母猫在发情时 会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导致压力骤增 本身脾气就会更暴躁一些 再加上那会刚搬新家 肯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陌生人造访 猫咪甚至还在没适应 新环境的情况下跑丢了 各方面压力堆积在一起 完全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而绝育手术对于这场突变来说 就像按下了爆炸按钮 在恐惧感的逼迫下 猫咪已经分不清 哪里是危险的来源了 也许他曾经非常喜欢主人 可现在为了保护自己 他只能进行无差别攻击 一旦受到惊吓 会不受控制地做出咬人反应 换位思考一下的话 猫咪所感受到的压力 和主人一家感受到的压力 是对等的 猫时刻担心被人吓到 人时刻担心猫会发动攻击 因为导致小猫敏感的要素过多 而且看他目前的情况 已经留下了心理阴影 不适合再用脱敏疗法强迫适应 只能把他当作一位新成员去照顾 让他重新体会到 家的舒适和稳定 才有可能变回以前那样 接下来 专家把儿子从房间里喊出来 帮助他摆脱被抓伤的恐怖记忆 他首先拿出一根猫条喂给小猫 然后让儿子从旁边慢慢经过 做到自己身后 就这样默默地观察一段时间 等到猫咪情绪彻底稳定了 他就把猫条递给儿子 此时对方的身体跟动作都还非常僵硬 不过在专家的帮助下 他慢慢把手抽回身边 而这个过程中小猫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 反倒主动上前走向了主人 就像回到了以前的样子 而他看到这一幕 终于微微放松了些 专家告诉几位主人 之后喂猫咪吃东西时 可以一手拿零食 另一只手轻轻抚摸它 又或者先在屋里转一圈 然后坐下来喊一声猫咪的名字 通过一点一滴的改变 让它慢慢适应 因为小猫很难立刻产生变化 所以主人必须学会判断它的情绪 当猫咪发出低沉的呼噜声 或者呲牙咧嘴的声音时 完全不要搭理它也不要靠近它 因为对于这种有过心理创伤的猫来说 那时候的抚摸并不是安慰 而是加倍的刺激 反过来 当它翘起尾巴或者打哈欠的时候 就代表猫咪此刻非常放松 主人可以慢慢靠近 稍微进行一些亲密接触 课程最后 专家帮女主人重新布置了一下 宠物用品的摆放位置 她说像现在这样 把小猫的所有东西都对在一起 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因为猫咪本身就处于不安当中 只有待在自己气味最浓郁的物品附近 才能感觉到放松 可现在把这些东西全挤在一起 相当于限制了它的活动范围 猫咪永远不会去探索新家 就永远无法适应新的生活 当专家移动完所有物品 准备和主人告别前 猫咪非常给面子地上了个厕所 这是一种极其放松的表现 也算没有辜负大家的努力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差不多半个月后 女主人给节目组传来了反馈视频 此时小猫已经可以非常安心地吃零食了 哪怕被触碰身体 也没在应急咬人 而主人一家也终于可以坐回餐厅吃饭 不用时时刻刻绷着神经担心被抓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